任务完成后,我拒绝脱离世界,我嫁给了裴怀,婚后第五年,我被整出了喜脉,她喜极而泣,她速来淡漠,两次失态皆因我,京都人人皆知,她爱我如命,但我却知道,她在外养了妾室,孩子都已三岁,这一回,系统问我,任务已成功,是否脱离世界,我释怀地笑了笑,是。 咦,恭喜裴侯爷,裴夫人有喜了,在太医说出这句话时,裴怀眼眶瞬间红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高兴地静一时说出话来,完全不像在朝堂上大杀四方的裴言了。 鸟鸟,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是啊,我们成婚五年了,对孩子的期盼越来越高,可越是期盼越是等不到。 她是侯府独子,子嗣至关重要,却因我一句一生一世一双人,断然拒绝那切。 她说她只爱我,即使没有孩子,她也只愿守着我活。她如此忠贞不渝,我怎会不感动。 我这人最是娇气,却在这五年里,不知喝了多少苦药,扎了多少针,试过多少偏方。 很疼,很苦,但我知道都是值得的,如今我们终于有了孩子。 回忆往昔,我只觉得心酸,眼泪不受控制落了下来。 她给我擦着眼泪,温柔极了,仿佛我是她最珍贵的宝物,碰一下就要碎了。 我盯着她满含深情的眼眸,哭得浑身颤抖。 我知道,她的深情不是妆的,她的确爱我,但她也可以瞒着我, 这般外事,甚至和那个女人有了孩子。 三岁了,她瞒了我整整三年。 嗯,满京都的人都知道,裴侍郎爱妻如命,为妻如虎。 她发誓不纳妾,便无论是谁来劝都没用。 那年皇帝见裴怀久久未有子嗣,便赏赐给她几位美妾, 我听完消息又气又委屈,但陛下所赐不敢辞,便安排下人去收拾屋子。 但到了晨午,她却独自回来了,背上挨了十五个板子。 原是她拒绝了赏赐,陛下一是气脑,才打了她一顿。 我心疼得直落泪,她却讨赏一般,冲我笑。 鸟鸟,我只要你就够了,她笑得那么好看,眼睛里仿佛盛满了星星。 那一刻,我只听到我心脏乱跳的声音。 她升任侍郎,公务极其繁忙,却会在回府时给我带我爱吃的梨花糕, 会为我沉起苗美,会怕我在府中烦闷。 她便不顾身份,为我亲手编鞦韆,又怕我贪玩受凉。 再三嘱咐吓人,为我添衣。 一桩桩一件件,都在一遍遍地告诉我,她爱极了我。 又怎么会是假的呢? 三,我喃喃自语于系统,你说,她到底爱不爱我? 系统并未回应,自从我拒绝脱离世界后,她就陷入了休眠。 可我想,即使她醒着,大概也无法分析出人类感情的复杂吧。 三,也许是思虑过度,我孕土十分严重。 短短半月,就瘦了十斤。 急得好脾气的陪怀也忍不住对下人,对大夫发火。 后来,她不知从哪里得知太后身边的一个老嬷嬷对孕土有办法, 便不顾脸面,求上了太后。 太后笑骂她是七管炎,却借给了她嬷嬷。 她红了脸,却点头承认了这个说法,厚着脸皮带走了嬷嬷。 当时,在场的几个后宫娘娘啼笑皆非。 不到半刻,此时传得沸沸扬扬。 连我母亲登门时,都笑着与我说我好福气, 有陪怀这么一个顶好的郎君如此疼爱我。 鸟鸟,何启格新出了芙蓉山楂酥,清爽解腻,你定会喜欢的。 她小心地将糕点摆到我面前,眉眼带着笑。 可我却只尝了一口,便放下了。 开口说道,陪狼,杏花开了,明日你陪我去香山看看吧。 她笑容有一瞬变的僵硬,随即若无其事地笑道, 明日下雨,山上露滑,你刚怀上身孕,还是不要四处奔波了。 鸟鸟,你想看杏花,我陪你去杏花阁看看如何, 还能喝一杯你最爱喝的杏花酒,我盯着她, 试图从她的表情找出一丝心虚的破绽, 却怎么也找不到。 她好像真的是在意我的身体,才说出的这番话。 鸟鸟默契,等天气好了, 夫君日日陪你去香山好不好, 她将我拥入怀中,温热的气息打在我的耳侧, 是熟悉的沉香的香气。 但我却敏锐地嗅到了一丝杏花香, 陪怀今日去香山了,那里住着她的外室。 她将那个女人交养在香山楼, 春意盎然时,杏花绽放于枝头, 整个院子被杏花香环绕,美不胜收。 乃像我,身为穿越女却毫无斗志, 甘愿被困在这四方的天里了,动弹不得。 四,半月后,公主邀请我参加她主办的杏花宴, 她素来对我好,便同意了。 云药上马车时,陪怀仍然忧心忡忡地牵着我的手, 鸟鸟,公案还没解决完,我今日没法陪你去, 你可要万分小心。 说着,有千叮零万嘱咐我的婢女, 要知冷知热,要天茶倒水, 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她都要一一确定才安心。 我的婢女翠竹语气带着几分艳羡道, 郎君可真疼爱夫人,满京都再找不到第二个, 如郎君这般年少有为,又知冷知热的男儿了, 话没说完,就被一旁的汁儿拉了拉一脚。 她见我脸色难看,猛得住嘴,不敢言语了。 我靠在马车上,微微闭目, 郎君这三个字,过去我沾沾自喜,引以为好, 如今在听,却只觉讽刺至极。 其实我骗了陪怀, 此次来香山,我并非参加信花宴, 而是想去看看那个女人。 我站在信花树下,看向不远处的牌匾, 针欲格,如针似玉,看来陪怀当真在意她。 我心脏猛地揪了一下, 只觉有千针万刀划过,鲜血淋漓,血肉模糊。 而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敲响了房门, 是陪怀,我与她相识数十年, 没人比我更熟悉她。 接着,一个女人打开了房门, 抬头时,露出了一张明艳夺目的面容。 她浅笑着勾住了陪怀的臂弯, 陪怀顺着她的力道,走了进去。 远远的,我仿佛听到了她轻声唤了一句。 咬娘,嗓音低沉暗哑,充满了欲望。 她因她情动了。 五,等我回到家时,陪怀还没回来。 我看向窗外的鞦韆, 才发现藤蔓上的花朵全树枯萎了。 繁华不在,只剩窗衣。 和我的心一样。 这时,陪怀走了进来。 娘娘,今日开不开心? 夫君给你带了杏花酒, 今夜你尝两口, 她牵着我的手,带我走到石桌前。 我乖乖地坐下, 目光却停留在她的脖梗上。 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两点红。 像是炫耀,又像是药物扬威。 我抬手轻点在红痕上, 指尖冰凉, 记起一层鸡皮疙瘩。 她笑着要去牵我的手, 我却忽然开口, 陪怀,你脖子上是什么? 她一愣, 眉眼带着一丝紧张, 解释道, 大概是蚊虫叮咬的吧。 我打断了它, 现在是春天。 她又说, 那可能是过敏了, 我今天不小心出了一块鱼肉, 当时没在意, 就没告诉你。 说话时, 她单膝跪在我面前, 用力地握住我的手, 像是在证明自己的可信度。 可我再不会信她了。 我盯着她弧度优美的眼眸, 温温一笑, 陪怀, 你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也说过永远不会骗我, 这些话到如今, 还算数吗? 她看着我的面孔, 仿佛看出了一丝端倪, 慌乱的手都颤抖起来, 将我拥入怀中。 很用力。 她在我耳探一遍遍地说, 鸟鸟, 我爱你, 我只爱你, 你看, 陪怀从不会说谎的。 所以她只说爱我, 却不敢回答我的任何一个问题。 她骗了我, 我知道的。 甚至, 我如今都怀疑她的爱, 这么多年的情爱, 是不是都是假的呢? 我想弄明白。 六, 陪怀成起时, 亲吻了我的脸颊, 又嘱咐了丫鬟不要惊疗我, 才离开。 我听着她离开, 慢慢起身, 走向了她的书房。 她对我从不设访, 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木匣子。 梨花墓地, 上面刻着我的小字, 鸟鸟。 这是我亲手做的, 送给陪怀作为籍贯礼。 她那时看着我手上的划痕, 心疼地红了眼眶。 在我面前, 她从不是端方淡漠的陪侯爷, 而是会撒娇卖乖的爱哭鬼。 鸟鸟, 这个盒子我都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放我最喜欢最珍贵的东西。 婚后, 我无意查看, 却发现里面全是我的画像, 她大言不惭, 说我就是她最珍贵的宝物。 我羞得脸红, 但心里却是无比欢喜的。 但如今, 我却看到了另一张画像。 女子红衣裸裙, 滋容绝艳, 而她身边坐着一个小娃娃, 像极了儿时的陪怀。 左下角还提着四个字, 至真至薄我心脏一揪, 手上下意识的用力。 撕拉, 竟撕烂了画像的一角。 而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嗓音, 鸟鸟, 你怎么在这儿, 我好像应该将画像扔到她面前, 质问她这是谁。 但我没有。 我沉默地将画像放在了里面, 又盖上盒子, 转头走向了她。 浅浅地笑了, 仿佛像之前一般。 我说, 没事, 我就是随便看看。 看看我放在心上数十年的男人, 是如何真爱着别的女人。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裴怀如果跟我说她爱上了她的女人, 我会伤心也会难过, 但是我绝不会吃产不放。 但她不该骗我。 傍晚夜深时, 裴怀已熟睡, 手还是不自觉地轻拍着我的后背, 温柔地安抚着我。 我睁开一眼, 抬手在半空中慢慢勾勒她的棱角, 很俊美啊, 和过去的裴小郎君明明是一个人啊。 但她变了, 我知道的。 我声音很轻很轻, 满是怅然, 裴怀是你跟我说永不负我的。 你骗了我。 七, 初见裴怀是在我穿越的第二年, 我的新手任务只有一个, 协助抵解丰厚。 我出来乍到, 哪怕深受宠爱, 却依旧满心惊恐, 生怕一不留神暴露身份, 就被这个信奉鬼神之说的时代, 当作妖物活活烧死。 父母爱我, 但他们更看重自容绝艳, 样样出挑的嫡姐。 嫡姐爱我, 但她更看重能让她一步登天的权利。 所以我处处谨小慎微, 能少说就不多说。 但在一次桃花宴上, 素来与和嫡姐有怨的明小姐, 多次明朝暗讽嫡不堪太子妃之位, 我气不过与她争辩, 却被她推下了池塘。 那一次, 我真以为我要死了, 但我没有。 是裴怀救了我。 她将胡球披在我身上, 三言两语就把那位小姐气得半死。 等她走了, 她回头看我, 微微弯了眼睛。 沈家妹妹, 你没事吧, 她笑得好看极了, 比桃花还艳。 那一刻, 我的心静悄悄地动了一下。 她是裴小后爷, 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子, 长相俊美无双, 身份贵可言, 京都不知多少女子方心暗许。 我当时不过十二岁, 情斗初开, 喜欢上她也并非怪事, 但也只是喜欢罢了。 比起裴怀, 我更想的是回家, 再多的就是想在离开之前, 多看她几眼罢了。 看她与兄长在练武场比试的英姿飒爽, 看她与嫡妾侃而谈当招招政, 看她时而皱眉, 时而轻笑。 但无论那般模样, 都是无可否认的, 好看极了。 那日, 我迎面撞上了即将离开的陪怀, 我连忙致歉。 她却抬手扶正了我的发际, 轻笑了两声。 闪二小姐, 和你兄姐倒是不同, 十分可爱。 我抬头看她, 只一眼, 我变红了脸。 那日阳光正好, 却抵不过她眼眸的温度。 我扪心自问, 真的只是喜欢吗? 不是的。 我爱上了她, 我无法再骗自己。 我十六岁那年, 陪怀上门提亲。 十二小姐, 我心愿你已久, 只愿与你长相手不分离, 只愿与你相伴左右白头偕老, 你可愿嫁我, 她答应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答应永远爱我疼我。 我怎么舍得拒绝呢? 所以, 在迪姐峰后当日, 系统问我, 任务已完成, 是否脱离, 我拒绝了。 一秒都没有犹豫, 系统仿佛对我的决定, 早有预料, 只轻叹了一句。 是只担心, 有可说也, 你之单膝, 可说也, 当时我只觉得不服。 没想到, 却一语成衬。 我并不喜人多纷乱的地方, 京都小姐夫人的聚会我也是能避就避。 这儿见我心情烦闷, 他已坐稳, 便哄着我去放弃酒楼吃吃心上的菜, 可能真的不错巧。 我临窗而坐, 一低头就看到了裴怀。 马车株连掀起, 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率先跳下马车, 嘴里喊着跌跌。 裴怀微笑将他抱入怀中, 丝毫不介意孩子踢脏了他的衣袍,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会因为在练舞场被哥哥踢脏了衣脚便要沐浴更衣的人。 而后一个女子下车, 眼神温柔地看着这一幕。 父慈子笑, 他们才像一家人。 而我, 不过是短暂偷走裴怀的小偷罢了。 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 夫人, 夫人, 你没事吧? 小姐, 直到这儿焦急地呼唤, 才将我换回沈。 我侧目看她, 却看到她满脸泪水。 小姐, 别哭, 别哭了, 哭。 哭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错, 我怎么会哭, 可我抬手摸了摸脸颊, 只肩冰凉。 小姐, 我们回沈家好不好, 我们去告诉老夫人, 不, 我的拒绝一秒都没有犹豫。 李姐虽为皇后, 却思念楚歌, 母亲本就操劳, 这个时候, 再不能因我的事烦心, 她身体怎受得了? 这是我的事, 这是我选择的路, 该怎么走下去, 我自己决定。 我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 眼神怅然, 我要想一想, 我要好好地想一想。 回府后, 我派人去调查那个姚娘, 我总要弄明白, 陪怀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可以不惜背叛自己的誓言, 生生骗了我这么多年。 沈家暗卫办事效率很高, 不到三日, 我便知道了两人的所有情感纠葛。 圆着女子, 竟是陪怀的表妹, 赵养。 四年前, 陪老夫人见我久久未有身孕, 便从老家找来了养娘, 趁我进宫与姐姐相聚, 又给陪怀下了药, 两人便有了夫妻之事。 四日她一觉醒来, 本想举剑杀了咬娘, 也是陪老夫人苦苦哀求, 以死相逼, 才让她放下了剑。 陪老夫人本想给她一个名分, 但陪怀不允, 陪老夫人不敢再逼她, 只将咬娘安放在了香山。 陪怀没有摇头, 后来咬娘有了孩子, 陪怀带她冷漠, 却去看过孩子, 一次两次三次, 直到如今。 这儿在一旁说道, 小姐, 郎君也是被人暗算, 这话她自己说起来都无比心许。 她酒精沙场, 连毒都有三分抗性, 又怎会中虎狼之药, 何况第一次是意外, 接下来的三年呢, 也全是吗? 我轻笑了两声, 将杏纸放进了火炉, 只一瞬, 洁白染上了火焰, 只欲一堆灰烬。 只是她也想罢了, 可能是想要孩子, 可能是那女子的确美丽无双, 她顺势而为罢了。 十, 陪怀回府时, 天色暗了。 这数日她都如此, 大抵是那女子缠着不愿放她吧? 不然身上的女人香也不会愈来愈重。 她先是招来了针儿, 问询我今日的吃食用度如何, 针儿年龄小, 藏不住室, 态度十分冰冷, 她皱眉不悦, 但什么都没说, 让她离开了。 我看着, 却只觉得心酸。 你看她, 下人如此冒犯, 她都忍下了火气, 只因她是我的陪嫁丫鬟, 不愿伤我的体面。 夜深时, 她仔细地给我涂抹香膏, 语气温柔, 鸟鸟, 近日你总有些不开心, 明日夫君陪你去香山散散心吧, 我垂眸望着她, 烛光落在她脸上, 明明暗暗的, 她眼睛却成亮极了。 就像这些年无数个傍晚, 我靠在怀里微微闭着眼眸, 她轻拍我后背, 哄着我般说着白日的舍, 嗓音滴滴的, 我有时会被她逗笑, 直到慢慢睡过去, 她亲吻我的脸颊, 说一句我爱你。 我当时只觉得这般的日子不过是寻常, 但是那般的寻常却再也回不去了, 我想笑一下, 却觉得无比疲倦, 倦得那颗数千次为她心动的心, 都缓了下来。 不用了, 花期已过, 杏花也败了, 去了也枉然, 而这时, 休眠已久的系统突然出声, 宿主你好, 监测到任务已完成, 你可随时脱离。 脱离后, 这具身体会如何? 原体死亡, 闻言, 我指尖轻颤。 陪怀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将我紧紧抱在了怀里。 别离开我, 鸟鸟, 我爱你, 我素来对陪怀都是心软的, 这次就想看一看, 如果我死了, 陪怀会不会后悔今时今日, 对我的背叛欺满。 十一, 再度上香山时, 是在我怀胎六月时, 满座神佛下, 我显得格外渺小。 我虔诚地跪在地上, 磕了三个头, 一位孩子, 祝他此生喜乐安康。 二位沈家, 祝家族昌盛, 欣欣向龙。 三位陪怀, 祝他长令百岁, 岁岁难忘我。 走到半岛, 天突然下起了暴雨, 路更加滑, 一行人便来到了香山阁避雨。 走到门前, 我抬头看, 真欲阁三字已不在, 只剩下冷冰冰的香山阁。 不过也不奇怪, 真欲都已被陪怀令指安放, 真欲阁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我站在廊前, 抬眸, 看向院中央的桃树。 第一次见识, 他还没有如今的绿叶繁茂。 突然, 我目光锁在一点红, 是一个香包, 大概是走得匆忙, 被遗漏了。 这儿拿给我, 我打开香包, 里面有一张字条, 愿君安康, 妾与君长久。 同愿。 上面的字捐秀, 应是咬娘写下, 下面的字我很熟悉, 是陪怀。 我看了许久许久, 才慢慢地放了回去, 将香包给了这儿。 放好, 这些都是将来要还给陪怀的。 陪怀呀, 陪怀呀, 原来真的有人可以对我这么好的同时, 盼着和别的女子长长久久。 这一刻, 我眼睛酸得厉害, 却再掉不下一滴泪了。 只轻轻地,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叹事事无常, 叹花开花落。 十二, 这场雨持续了很久, 直至天色昏暗, 才稍稍停下片刻。 这儿已经收拾好房间, 打算在此休息一夜, 但我却断然拒绝。 陪怀和养娘在此, 不知道翻云赋予了多少次, 我只要想到, 我就恶心地干呕。 这地方, 太脏了, 这儿心领意会, 心疼地握住我冰凉的手。 这儿让人收拾好马车, 又点上炉子, 生怕我冻着。 我靠在弧球上, 眼神愣愣地看着手上的诗巾, 是知单膝, 有可说也。 你知单膝, 可说也。 接耳偕老, 老实我愿。 其则有暗, 其则有判。 总角之焰, 言笑艳艳。 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 亦以淹哉, 我青年出生, 一遍遍地堵。 直到满脸泪水, 再说不出话来。 我曾经真的, 真的确定自己, 不会变成诗巾中的悲情女子。 但终是难逃此劫。 我无脸痛哭, 将哭声掩盖在雨声之下。 但我并不是为陪怀伤心, 我是为自己难过。 携手走不下去, 分开又舍不得, 哭我进退两难, 哭我懦弱胆怯, 哭我得到的爱转瞬即逝。 而这时, 马突然惊叫了一声, 一道裹挟着风声的利剑刺透了车窗。 鱼我不过咫尺, 真儿脸色煞白, 连忙扶着我下了马车。 侍卫人也被突然出现的黑衣人一个个解决。 血腥味裹着雨腥味, 我下意识干呕。 脚步慢了, 利剑冲着我直直射了过来。 我双腿一软, 下意识地闭上了眼。 吃, 利剑穿透了肉体, 鲜血溅到我脸上。 我睁眼看去, 眼睛猛地一颤。 陪怀。 他努力勾出安抚的笑容, 可下一秒便直挺挺地倒在了我怀里, 鲜血从伤口争先恐后地涌出。 直至他昏倒的最后一刻, 他还在我耳畔低难, 别怕, 鸟鸟。 他让我别怕, 但我怕极了, 我怕他活着他继续伤害我, 但我更怕他死了, 我永远亏欠他。 我恨他, 恨他明明不爱我了, 还要做出这副深情样子, 让我一个人挣扎痛苦, 反复地做怀疑。 陪怀, 你为什么要舍命救我? 我死了, 你与他, 你与你的孩子长长久久, 不就好了吗? 这不就是, 你所愿吗? 眼泪滑落, 一滴滴落在他的肩头。 陪怀, 我恨死你了, 真的, 恨你。 十三, 力剑穿胸而过, 自然不是小伤, 反而在如今是极其凶险的。 陪老夫人匆匆赶到, 见到陪怀浑身是血, 急得眼前发黑, 却不忘斥责我不安于事, 整天惦记着朝外跑。 我无心与他争辩, 却在抬头时, 看到了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女子, 赵瑶。 他脸色发白, 眼眶发红, 正不断地抹着眼泪, 比我这个正房妻子, 还要忧心陪怀的安危。 他注意到我的眼神, 下意识地缩缩肩膀, 仿佛我是红桃猛兽。 陪夫人注意到这一点, 连忙挡在他面前, 生怕我伤了他分好。 这是我婚后多年, 都不曾得到过的待遇。 我大概是圣母心作祟, 但我其实并不打算为难他。 这世间女子本就艰难, 何必相互为难。 等安顿好陪怀, 天已蒙蒙亮。 我只觉得, 小腹微微抽痛, 大概是疲劳所致, 喝了一碗安胎药, 便打算睡一会。 而我没想到, 陪老夫人竟如此迫不及待, 等不到陪怀醒来, 就要与我对质。 这是怀儿的表妹, 我打算将她给陪怀做个贵戚, 我垂着眼, 无意识地捏着湿巾。 见我未表态, 她又不耐地说道, 两人前好多年, 更是育有一子, 你未有子四时, 怀儿担心你多思, 如今你也有了孩子, 正夫人的位置也坐得稳稳当当。 总不能让侯门长子一直流落在外, 咬娘也不能一直没有名分。 此时, 我才懂她为何等不及了。 她是知道, 陪怀醒来定不允照咬进门, 便先逼着我点头, 到时照咬鞋子进府, 陪怀最好对我心有隔阂, 而她也免于母子生怨。 一见三雕啊。 真是好计策呀。 我放在诗经, 语气很轻。 好, 陪老夫人一愣, 连一直未开口的赵瑶也抬起头看我, 没料到我竟如此爽快。 毕竟我独自霸占了陪怀那么多年。 我轻笑了一声, 眼神成亮。 我允了, 老夫人则让她进门吧。 十四, 等陪怀醒来, 已经是半月后。 她醒来那日, 我没去。 赵瑶带着陪明南去了, 但是很快就被赶了出来。 这儿幸灾乐祸, 又会声会色跟我说, 小姐, 你不知道看到她的时候, 侯爷脸色难看极了, 一把将她推到了地上, 让她滚出陪家, 大公子哭得喘不上气, 侯爷却吼得更大声, 只说让小姐你过去。 可话没说完, 一个人影突然冲了进来。 是陪怀。 她身上还绑着绷带, 让外渗着血, 她却丝毫不顾, 将我一把涌入怀中。 鸟鸟, 鸟鸟, 一遍遍地喊着我的名字, 又顾及我的韵度, 双手小心翼翼。 我没挣扎, 轻声道, 陪怀, 你在颤抖, 你怕什么, 我肩头没半想, 变得温热。 她在无声地哭, 所以声音带着一丝沙哑。 我怕你走了, 我怕我怕急了, 我轻拍她的脑袋, 像是安抚。 别怕, 我不会走的, 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她一愣, 惊喜地抬起头来, 永远吗, 我不会说谎的。 所以我只是笑, 什么都没说。 她眼神瞬间变得暗淡, 双手颤抖地握住我的肩头。 鸟鸟,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骗你的, 是我糊涂, 你不糊涂, 你很聪明。 我看着她, 笑意温柔, 你知道, 我知道照耀的存在, 会伤心, 所以你就一直瞒着我, 她脸色一变, 鸟鸟, 我抬手点在了她的嘴上。 这些年里, 你大大是因愧疚对我愈发得好, 骗得我更心疼你, 更因酒味有孕而愧疚, 在我为了孩子, 喝一碗碗苦药, 扎得整个手臂亲子, 你甚至和她缠脸时, 吃笑我的愚蠢。 你瞒了三年多啊, 滴水不漏, 你看你多聪明, 她抬手想要抱紧我, 我没躲。 这一次, 她搂得很紧, 像是要把我融进身体里, 呼吸蹭着我的耳侧, 她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但我却在她身上嗅到一丝照耀身上的甜香。 这一刻, 我无比清醒地明白, 哪怕我和陪怀之间的距离尽在咫尺, 但各自的心早就变了, 她非她, 我非我, 这世间再无我们, 我靠她的肩头, 语气很轻, 却坚定极了, 不用对不起, 这本是我自己选的路, 是我爱错了人, 信错了人, 我是天下最蠢, 最糊涂的人, 我认输了, 陪怀, 我们合理吧。 十五, 那日陪怀落荒而逃, 但逃又有什么用, 事实已定, 我必愿不出, 偶尔走走, 也只是在院子里走几步, 这日, 突然听到正院倒是热闹的唢呐声, 我才想起, 今日陪怀并未偷偷来看我, 原来是赵瑶要进门了, 刚开始, 陪怀自然是不愿的, 哪怕陪老夫人再三寻死逆活也无用, 但是一日夜里, 赵瑶静上了调, 等救下来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陪灵男更是在陪怀书房前久跪不起, 陪怀对谁心都是硬的, 但是对陪灵男这个孩子却是软的, 所以她妥协了, 其实我也并不意外她的选择, 今日婚宴, 她没请我去, 请了我也不会去, 我不愿见她, 更不愿受赵瑶的妾势力, 但我实在没想到, 赵瑶会主动找上门来, 夫人, 妾已有孕四月, 老夫人说带妾产子, 便生妾身为嫔妻, 她穿金带银, 眉眼得意, 在无知前的怯懦柔顺, 这大概是她的真面目, 也是, 一个能勾住陪怀的女人, 怎么会真的是心思单纯的小白兔呢? 我看着她, 并未接她的话, 她又继续问道, 夫人意向如何, 这是你们陪家的事, 要问去问陪怀, 我语气淡淡, 喝了一口热茶, 该不是陪怀不允, 才求到我这把, 此话像是戳穿了她虚假的得意, 她面目微微猙獰, 你到底给侯爷说了什么, 她虽娶了我, 却迟迟不肯碰我, 哪怕我有孕, 她也没有半分喜色, 剩下你在背后搞鬼, 神鸟, 你以为你罢了她的人, 就能占住她的心吗? 我告诉你侯爷, 话音未落, 我抬手一个巴掌落在了她脸上, 她被打猛了, 你打我, 而与此同时, 陪怀慢慢走了进来, 赵瑶猛地收起了愤怒, 眼眶发红, 渲然若气地扑向了她, 侯爷, 妾身不知哪里惹了夫人, 竟惹得夫人对妾身动手, 陪怀却看都不看她一眼, 痴痴地看着我, 她打你, 你就受着, 这是你该的, 她愣了一下, 随即垂下了头, 是我隔着赵瑶与陪怀遥遥相望, 但再无心计, 唯予满心失望。 十六, 那日之后, 我发现陪怀对赵瑶不过寻常, 甚至有些冷淡, 但我已分不清, 她是不是又在作息, 我也懒得思考这些事情, 这儿见我每日眷懒, 便哄着我走远些, 不一会就走到了池塘, 这时, 陪灵男突然冲到了我面前, 我猛地一惊, 差点摔倒在地, 见我被征服住, 陪灵男面目失望, 却刺着牙, 恨声说道, 我个坏女人, 欺负我阿娘, 抢走我阿爹, 你肚子里的孩子一定不得好死, 此话宛如一个炸弹, 在我脑海轰然爆炸, 没有人敢在一个母亲面前, 诅咒她的孩子, 我气血上冲, 失去了理智, 只想让这个人死, 鸟鸟, 你在干什么, 直到被陪怀猛地拉开, 我才回过神来, 陪灵男脖梗上是食指泪痕, 犯着亲子, 是我的掐的, 我, 我浑身颤抖, 眼神仓皇地看着陪怀, 陪怀, 她说她诅咒我的孩子, 陪灵男趴在陪怀怀里, 轻声啜气, 弟弟, 我没有, 我只是和夫人说几句话, 她就要掐死我, 我好怕啊, 说这话, 她剧烈地咳嗽起来, 嗓子沙哑, 可怜至极, 陪怀心疼地轻拍她的后背, 转头看我, 却是满目失望, 娘娘,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但是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死手呢, 你何时变得如此狠毒, 此时此刻, 艳阳高照, 我却只觉得冷, 从心脏透出的冷弥漫, 带到了身体的每个角落, 你不信我, 陪怀, 你不信我, 陪怀却撇过头不看我, 声音冷极了, 这些年, 我的确信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只守着你一个人, 但我已经二十有五, 你久未有孕, 我又是红嫩嫡子, 总要有子四才可让家族安心,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 陪怀, 这些话你藏在心里多久了, 我气然一笑, 我竟不知,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你是这么想我的呀, 原来是这样, 原来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 是我会错了意, 看错了人, 我颤抖着双手, 浑浑噩噩地往回走去, 身后陪怀大概是意识到我的不对劲, 想要追上来, 鸟鸟, 对不起, 我一时情急说错了话, 可下一秒就被赵瑶喊住了, 侯爷, 你快看看男儿吧, 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陪名男, 忠实停下了脚步, 抱起了陪名男, 十七, 那日之后, 我再也没有出过门, 我将自己困在屋子里, 一遍遍地看着诗巾, 一遍遍地凌持着我的心, 直到他对陪怀最后一丝爱意消敏, 我不甘心地问道, 系统, 孩子真的没办法带走吗, 系统声音冷冰冰, 再次重申, 他是这世界之物, 带不走一除不了, 好, 这也是我迟迟没有和佩怀斯破脸的理由, 我离开了, 我的孩子却要留在这里, 他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而我要做的, 就是临走前, 将他的一生安排妥当, 我给迪姐写了一封信, 嘱咐他在我离开后, 将孩子带进宫抚养, 我不放心陪怀, 我只放心迪姐, 他向来聪明有胆识, 孩子跟着他能学的很多, 然后便是陪怀, 我将当初捡到的红色香包, 和我新做的香包都给了这儿, 我的香包上绣着一只孤零零的鸳鸯, 以及我的小字, 里面有一封我写给陪怀的信, 很简单, 但足矣, 我安排好了一切, 嘱咐这儿, 等我死后, 一定要亲手交给陪怀, 这儿哭得稀里哗啦, 抱着我的腿, 只知道点头, 我轻抚他的脑袋, 柔身安抚, 傻孩子, 哭什么, 你家小姐是要过好日子去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 他抬头看我, 眼睛亮极了, 小姐这是受苦了, 下辈子要过得好, 我一愣, 这一世, 我吃苦了吗? 好像并没有, 我穿越而来, 虽日日担惊受怕, 但却被骄养到大, 凡时有父母兄姐为我撑起一片天, 婚后有陪怀为我撑起了天, 我爱上他, 依赖他, 仿佛真的成为了一个古代的娇小姐, 但我比谁都清楚, 我不是, 我勇满脑子的新奇想法, 我会酿酒练剑, 我能画出更华丽的簪子, 会设计出更漂亮的衣裙, 但我一个都不敢展示, 我是世嘉妮, 我代表的不是我, 而是沈家, 我的一举一动, 代表着父母兄姐的尊贵体面, 所以我什么都不做, 我有时会想, 如果我真生于这个时代就好了, 那样的话, 陪怀那妾变那好了, 我会进到正气的宽容大度, 但我不是, 我也做不到和别的女人分享丈夫, 我只要一生一世一双人, 她最初做得到, 我便留下爱她, 她如今做不到, 我便离开, 只不过, 我的离开绝不能无声无息, 我要送给陪怀一件礼物, 一件以我的死亡作为末尾的血色礼物, 我相信, 她会终生难忘的。 18, 再次见到陪怀已经我怀胎八月时, 期间几个月, 我从不与她见面, 我知道她每日都会在不远处看我, 但我并不理会她, 可这日, 我却主动走上前去, 她欣喜若狂, 跟我说了许多, 我静静地听着, 很少回应。 最后, 她说她要出征了, 大概一个月后回来, 我抬头亲问, 我生产那日, 你能赶回来吗? 她毫不犹豫地点头。 会的, 我肯定会回来的, 我微微一笑。 她看得晃了神, 上前握住了我的手, 声音带着一丝哽咽, 鸟鸟,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但是我真的爱你,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我只守着你, 我看了她许久。 看得她有些心虚地, 想要转移话题时, 我却点了点头, 好她满目惊喜, 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的肚子, 看看我又看看我, 仿佛要把我刻在脑海里。 等着士兵前来催促, 她才万分不舍地离开。 我望着她她的背影, 突然叫住了她, 裴郎, 你早点回来, 那一刻我的笑容温柔极了, 仿佛回到了我出嫁她时的天真模样。 所以只一瞬, 她便红了眼眶, 重重点头, 鸟鸟你等我。 十九, 但裴怀没想到,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鸟鸟。 她在外征战, 打得敌军集结败退, 百姓封她为战神, 她却时常看着一个荷包发愣, 鸟鸟, 等我。 她凑在唇边温柔轻吻, 眼神浅犬, 仿佛神鸟就在眼前。 突然这时, 身后营帐被人掀开, 一个士兵冲了进来, 举着信封, 双手颤抖得厉害。 侯爷, 侯夫人缠子时血崩, 小公子无恙, 但, 但侯夫人, 培怀脸色巨变, 声音带着颤音, 你敢咒鸟鸟, 我要杀了你。 说着就要举剑砍下, 但士兵却只磕头, 磕得额头血红, 却不改口。 侯夫人真的病危了, 侯爷, 培怀的剑猛地掉在了地上, 砰的一声脆响, 鸟鸟。 她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 便发疯般地冲了出去。 三日三夜, 她没有休息片刻, 累死了六匹马, 终于赶到了京都侯府, 但一切都晚了。 侯府白铃挂起, 白色灯笼一盏盏, 刺得她眼睛生疼, 她不信, 她绝不信鸟鸟会弃她而去。 鸟鸟, 鸟鸟。 她不甘心地大喊着心爱之人的名字, 期盼了一个粉衣娇俏的女子, 挂着笑出来迎她。 裴郎, 怎么才回来啊, 但是, 她等了许久, 鸟鸟都没有出来。 她定然还在生她的气, 没关系, 她去找她就好了。 鸟鸟答应她了, 等她回来就不生气了, 好好跟她过日子的。 她已经知道错了, 她日后会有大把的时间一点点地弥补鸟鸟。 二十, 裴怀踏进正屋, 一眼便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鸟鸟。 鸟鸟, 我回来了, 她欢喜地走到床前, 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却冰冷彻骨, 她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她再也无法骗自己。 鸟鸟真的死了, 她只觉一颗心像是被活生生挖了去, 只留下一个血肉模糊的洞。 鸟鸟, 你别生气了, 我回来陪你了,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美丽的女子, 我怎么会骂你很毒呢, 你打我好不好。 她喉梦一阵心田, 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一滴滴溅到了鸟鸟的身上。 血是温热的, 但却暖不热鸟鸟。 猴夜, 猴夜节哀, 夫人已经去了, 照耀扑上前, 哭得泪眼婆娑。 可话没说完, 却被陪怀一脚踹在了心口。 她疼得眼前发黑, 却被陪怀捏住了下巴。 她死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 你是不是觉得你就能取而代之。 她目光森然, 嘴角带血, 仿佛夺人性命的阎王。 照耀被吓得脸色发白, 只敢摇头。 切身绝无此心啊。 滚, 她怒吼一声, 恶狠狠地刮过所有人, 都滚出去。 陪灵男连忙扶起浑身发暖的照耀, 陶也似得离开了。 二十一, 那日之后, 陪怀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地守在神鸟宾馆旁。 陪老夫人去劝, 陪灵男去劝, 都没用。 甚至她拿起刀, 砍伤了两人。 这是你们欠鸟鸟的, 你们欠的。 看着两人落荒而逃的背影, 她形状蜂膜, 仰天大笑, 然后扑在了冰棺之上, 看着其中的鸟鸟, 她又突然落下泪来, 往事一点一滴地浮现在她眼前。 鸟鸟笑容温柔地望着她, 眼神柔软极了, 仿佛回到了最初,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陪狼, 早日回来, 明明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他们就可以长相厮守了。 为什么上天要如此惩罚她? 就算要惩罚, 也是她的错, 是她的不忠, 是她的背叛, 是她的欺骗, 为什么要夺走鸟鸟的命啊? 鸟鸟啊, 我真的错了, 你回来好不好? 她嗓音气暗沙哑, 下一秒仿佛就要呕出血来。 可晚了, 一切都晚了, 再也没人会心疼她的伤, 她嬉皮笑脸地闹她, 她羞红了脸, 娇嗔地骂她登徒子。 再无人为她深夜留灯, 她没家了, 婚后的第六年, 她陪怀再也没有家了。 二十二, 侯夫人的官迟迟不下葬, 朝堂上议论纷纷, 但谁也不敢去劝封魔的陪怀。 还是皇后遣人去跟陪怀说了一句话, 你连鸟鸟死都不肯放过她吗? 陪怀僵化的眼珠动了动, 落下了两行泪, 而这一夜, 神鸟的丫鬟针儿找上陪怀, 给了那两个荷包, 珍儿眼神冰冷, 一个是夫人去珍宝阁时, 在树上捡到的, 一个是夫人临终前, 秀的珍宝阁。 陪怀愣了一下, 随即意识到什么, 脸色猛的煞白。 鸟鸟, 吱吱泪流满面, 却咬牙切齿地恨声道, 对, 小姐早早就知道你养了外事, 是你的好咬娘派人送的信, 小姐什么都知道, 但她念着你们的感情, 什么都没说, 一个字都没说。 说完, 她一个字也说不出, 扭头离开了。 陪怀看着手里的两个荷包, 猛地将红色荷包打开, 一张字条录了出来, 只愿君安康, 气宇君长久。 同愿, 这是她的字迹。 但是, 但是她从未写过这种东西, 但即使是假的, 又如何? 背叛是真的, 欺瞒也是真的。 她又颤抖着手, 打开了另一个荷包, 里面也有一张字条。 此生已枉然, 一不错不不错, 你我难逃蓝因续果。 蓝因续果, 陪怀, 自始至终让我伤心的人, 只有你呀。 我才是这天底下, 最蠢最笨最糊涂的人啊。 你不信我, 你不信我呀, 原来, 你竟是这么想的, 鸟鸟绝望空洞的泪水, 迟到似的, 如今才落在她的心里, 每一颗都沉甸甸的。 这一颗, 巨大的悔恨扑涌而至, 将她死死地裹在其中, 无法挣扎, 无法挣脱, 只能一次次地受着悲痛悔恨的蚕食, 直至死亡。 二十三, 四日, 棺木下葬, 陪怀在众目睽睽之下, 抱着棺木又哭又笑, 在场的人都明白, 陪怀彻底疯了, 因为夫人的离去, 在战场念不改色的战神, 疯了。 在宫里的审后, 接走了小侄子, 清风不足月的陪家柚子为侯爵, 彻底断了照耀母子的念想。 陪怀清醒时写下了修书, 将照耀修气, 陪宁难常跪不起, 却被陪怀齿剑砍伤。 他杀红了眼, 无论是谁来拦都没用, 陪宁难再不敢出现在他面前。 逐渐的, 侯府人走楼空, 陪夫人带着照耀母亲回了偏僻老家, 不敢露面。 大抵是潦倒此生, 往日繁华的侯府, 陪然不起, 只剩下为一个丫鬟针迟迟不肯离开。 旁人问起, 他眼眸泛着凶光, 我想看着他死, 他死了, 我就走, 他恨毒了陪怀。 二十四, 神鸟离世半年后, 这儿照常去正屋洒扫。 小姐虽不在了, 但是她的东西都还在, 她不能让那些东西积了灰, 可是走到柳树下, 却看到石桌上趴着一个人影, 她走近一看, 是陪怀, 要喝酒就去别处喝, 别在这惊扰小姐, 可话说到一半, 她察觉到一丝端倪, 此处只有她一个人呼吸声, 她一愣, 抬手探向了陪怀的鼻下, 没有呼吸了, 她死了, 陪怀终于死了, 真儿并不觉得恐惧, 反而欣喜万分, 这个害了她小姐郁郁寡欢的男人, 终于死了, 也不枉她日日给她下毒, 哪怕她睡了, 她也会她点上熏香, 让她即使在梦里, 都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她就是要让陪怀每日每刻都活在恐惧之中, 才不枉小姐错爱她一场, 她仰天大笑, 将眼角的泪擦去, 恍惚间, 她好像看到了少女时的小姐, 她的脸带着几分婴儿肥, 穿着她从未见过的新奇衣服, 笑容灿烂如羊, 声音又娇又嫩, 这儿, 我如今很幸福, 你也该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天天开心哦, 好小姐, 那我祝你永生永世都喜乐安康, 全文晚, 好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